古人就說這些是一個吉兆來的 是 是代表有太… 對不起我不是擦鞋 但這個是真是寫出來的 有記載的就說這個是 皇帝有德群臣歸心的象 即是說今天 日運 是啊 可能是否他們就離開那些什麼二十大 什麼鬼那些東西 可能那些人每個人都… 沒有什麼人反對 我們習主席簡單的說 就是這樣說 接著就來到香港 香港那幾天 其實之前那幾天 其實我跟朋友吃飯 是 吃飯的時候我特別說 喂 古人說天只有王氣 我們就要… 那幾天我會特別留意那些天氣的變化 嗯 結果呢 那天早上 就有… 我的學生就傳那個彩虹那張照片過來給我 嗯 說他在南區見到的 嗯 那… 這個東西呢 就不是我作的 唐代李淳豐呢 有一本書就叫做《月…幾尖》 嗯 我經常都讀錯的 我經常都怕《月字月幾》 嗯 《月幾尖》 《月幾尖》 《月幾尖》裡面呢 嗯 有一段 它寫著的 它叫做《帝王氣象尖》第五十三 嗯 它說《凡天子之氣》 嗯 《內赤外王》 《是四方火殺之處》 嗯 《當有王者》 就是說呢 如果古人呢 有人會看戲的 我還有這些記載看戲的書 嗯 但是你知道吧 看戲是一種抽象的東西來的 你要將它畫了圖 來解釋其實是很複雜的 嗯 所以為什麼我很有興趣 知道《七一》發生什麼事呢 但是有人又說 究竟是不是指李家超呢 當然不是啦 當然不是啦 因為為什麼呢 當年胡錦濤來的時候 我見過 嗯 那些王氣 所以我這次 習近平來了 我也很有興趣知道 什麼又這麼巧 因為李家超第一天上場了嘛 不要理會 一會兒再說李家超 OK 第一件事 這裡還有這樣說的 他說 《若天子欲有猶往處》 他說如果天子要去一個地方呢 嗯 其地 亦先 發氣 明白嗎 嗯 就是說未來呢 就應該要先發氣了 嗯 第一件事 看有沒有地方有王氣呢 是造成了很多歷史事件的 你知道嗎 嗯 什麼叫做成了很多歷史事件呢 第一個有記載的歷史事件是什麼呢 是秦始皇的時候 嗯 秦始皇就住在咸陽的 是 今天是西肝 是 今天是西肝 有術者看到 東方有王氣 嗯 就是看到東面有王氣 就是有皇帝出來 那 那這裡呢 秦始皇就借策了 是 他就說了 剛剛說嘛 嗯 嗯 誰先天子要去那個地方呢 我就先去那裡 我就先有王氣 然後我就去嘛 那既然東方有王氣了 嗯 那我去東方便可以了 應了他 嗯 明白嗎 嗯 所以秦始皇就有東遊 東秦這件事了 嗯 那他一路去到東邊呢 他其實 他其實 亦都 怎麼說呢 嗯 看那裡的風水 嗯 那他去到南京 就看到和南京有王氣 於是 嗯 他就做了幾件事呢 就破壞那裡的風水 是 是 就是壓制了那裡 你便不能發皇帝了 嗯 嗯 那根據他的歷史記載呢 他就做了兩件事 第一個呢 就是作荒山 嗯 嗯 那什麼叫荒山呢 如果你去過南京城呢 南京的西南邊 是有一個山呢 嗯 就像一張桌子那樣的 四四方方那樣 斜斜地的 就是好像金字塔 被人斬了個頂那樣 嗯 明白嗎 嗯 斬了個尖頂 那就給他一個方形 所以就叫做荒山 那原本這個荒山呢 就貼著一個叫做青龍山的 去到尾就是這個荒山 是 是 那他就將那個青龍山和荒山之間的那個位置 鑿了它 這個有明顯歷史記載的 嗯 鑿斷它 就是鑿斷它的龍脈 讓它發不了 是 第二 這個呢 就沒有什麼歷史記載 原本那個 南京城那些水 是怎麼流的呢 嗯 其實呢 這個東南邊這個荒山呢 就流過南京城 嗯 然後呢 就去北邊 就去到那個 嗯 那裡就有很多個湖的 有胭子湖啊 然後最大的那個呢 大家現在都認識的那個就叫做袁武湖 是 然後由袁武湖呢 就去北邊呢 就流出去那個卓江的 嗯 這個是原來那個走法 就是這樣直走 這樣轉這樣出去吧 嗯 於是秦梓王呢 於是秦梓王呢 就橫向南京城前面 嗯 鑿了一條由東 向西流的河 嗯 那一條就是很出名的秦淮河了 嗯 沒有人解釋秦淮河兩個字 為什麼呢 秦就是秦 秦河 為什麼不叫秦淮河呢 嗯 懷字呢 懷字呢 在中國字典裡面呢 有一個意思的 嗯 嗯 我將你湧入我的懷抱 嗯 懷在哪個地方 肚腦 是 明白嗎 嗯 嗯 好了 所以呢 中國的四大河 嗯 長江 黃河 大家都知道 嗯 第三條是什麼 當時他們不認識珠江的 不要跟我說珠江 不懂遼河 這些邊緣 這些蠻方地方 嗯 傳統上呢 就是 江河淮濟 嗯 江水 就是長江水 嗯 河水 就是黃河水 嗯 淮水就是在黃河和長江中間 嗯 一條河 剛剛這樣三條向東海流出去的 是 是 第四條就是祭水 就是這樣流出去山東的 嗯 嗯 所以就是所謂的四族 是 是 族字你知道吧 三點水一個讀字 讀書就讀嘛 嗯 嗯 這個就是四族 嗯 所以就是江河淮濟 所以就算在這個 北京那個叫做 山川壇 嗯 都有拜這件事 是 是 拜江河淮濟 嗯 讓他們不要氾濫啊 不要害人啊 嗯 嗯 那那個淮 為什麼會叫做淮呢 就是因為它在長江 黃河中間 是不是好像肚子一樣 嗯 所以就叫做淮水 嗯 所以秦淮河呢 就是在這個肚子裡 開一刀 嗯 嗯 風水上就是在這個肚子裡 開一刀 是 所以歷史上呢 中國的國都啊 你數一下吧 嗯 西安、洛陽、北京、開豐 嗯 嗯 那麼多個 都是水在西邊 來 向東邊走的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